而玉立警分局为了维护花莲南区三乡镇交通顺畅 在连续假期期间依照辖内交通状况 在易拥塞路段规划编排警力交诊以及测速稽查 确立要维护民众出油安全 2023年最后一天花莲南区阳光露脸气温回暖 三乡镇风景名声农场园区出油人车潮涌现的同时 也能看见玉立警力在各中央路口的交诊 让交通车流顺畅不打劫 台九县串联花莲南区三乡镇 根据预理警分局交通组调查研究出五个易拥塞路口 原因此除了是编排警力交诊 并且也引导车流行驶替代道路 除此之外警方也在各中央路口进行测速稽查 请用路人减速慢行以此安全 12月30至1月1号三天为本市的元旦连续假期 本局为了确保行车顺畅以及交通安全 以重要路口路段特别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 并且执行车造行务 那这里也呼吁廉假期间切勿酒后驾车 如果感到身体疲累 也不要疲劳驾驶 休息后再出发 平安出门 平安回家 玉立警分局分局长林俊廷也特别提醒大家 跨年元旦廉假开车上路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喝酒开车 维护大众交通安全环境 人人有责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